诸葛神侯死了 你们四大民族已经没了靠山 趁机把你们这帮人斩草出根 更待何时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诸葛神侯为了避免被射魂大法控制 犯下不可妄为的过错 选择用食指剑弓自尽身亡 林若时得知此事欣喜若狂 派遣兔大师等人杀进了钟义堂 钟义堂的弟兄死伤惨重 连忙将强敌来袭的消息告诉给了铁手几人 不好了不好了 将军府派人把杀进来了 铁手四人得知消息不甘示弱 与兔大师等人交起手来 兔大师手下的这群虾兵蟹将 哪里是无情四人的对手 很快便被杀翻在地 只剩下一个兔大师苦苦之称 眼见手下已经死伤殆尽 作为压轴的林若时现身 两击火焰拳挥出竞险亡者风范 诸葛神侯死了 你们四大民族已经没了靠山 趁机把你们这帮人斩草出根 更待何时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林若时正要大开杀戒 追命这时赶了回来 让无情几人士气大增 纷纷让追命拿出无刃神剑 杀了眼前的林若时 哪知追命却愣在原地 并没有拿出神剑 显然是发生了什么变故 好啊你们要看 我就给你们看好了 断剑 林若时见状哈哈大笑 嘲讽无情五人潜力继穷 如今诸葛神侯已死 竟然想靠一把断剑蒙混过关 追命文言难以置信 询问无情林若时所言是否为真 无情无奈地点了点头 让追命半天没有缓过神来 他用仇恨的目光看向林若时 拔出了手里的无刃神剑 要杀了林若时替诸葛神侯报仇 林若时的火焰神功恐怖如斯 一招击败了诸葛青青和追命 只剩下无情和冷血三人苦苦之称 可三人哪是林若时的对手 也很快被击倒在地命悬一线 就在林若时要下杀手之际 林小刀挡在了身前 不准林若时杀了无情几人 作为老江湖的林若时 知道斩草不出跟春风吹又生的道理 今天若是放过了无情几人 说不定以后就会成为心腹之患 因此林若时不顾林小刀的苦苦哀求 执意要杀了无情几人 林小刀没有办法只好兵行险招 用自己的性命威胁林若时 要是林若时不肯放人 他就死在林若时的面前 林若时看在林小刀的份上 给了无情几人两天的时间考虑 无情找来的铁手三人 说出摆在他们眼前的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是按照林若时所言 乖乖地交出忠义堂 宣布退出江湖不理事事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四大名 无情所谓的另一条路 不是要和林若时决意死战 而是要冷血和铁手追命 带着诸葛青青和林小刀三人 离开忠义堂远走高飞 他无情则是留在忠义堂 和林若时拼死一搏 不能这样 你的意思是 我们让你一个人在这坐着等死 我们都逃着夭夭吗 铁手三人认为四大名鼓共进退 不同意留下无情独自面对林若时 无情多次劝解无果后 只好同意一起对付林若时 为了找出击败林若时的办法 无情带着三人来到诸葛神侯的房间 找到了诸葛神侯留下了遗书 遗书上面除了诸葛神侯的复院 还有无刃神剑的使用方法 四人虽然得知了开启无刃神剑的方法 却不知道什么叫做天人合一 就连最聪明的无情 也参不透天人合一的意思 次日清晨 林若时带着兔大师来到忠义堂 最终决战拉开了序幕 看起来 你们已经选择好了 林若时 今天我们之间应该有个了断 哼 啊 啊